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摩特尔出身的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,Millania Trump一直很难摆脱花瓶形象,但是这次随川普访问亚太地区展现她的优势,时装外交为她加分不少。 综合媒体报道,川普夫妇亚洲航首站到达到日本东京,梅兰尼亚穿着3D横肩毛线外套,外带中绣有小花展现轻柔温暖的感觉,轻易在深色西装裙中成为焦点。 隔天陪川普会见日皇名人看历时,梅兰尼亚玩法,穿着一席Dior深蓝色阔袖中长裙,显得正式,庄重,出席日本国宴时,换上新红色丝织长连绳裙,闪亮现场,这席服装备评象征美日友好,因为红色是日本国旗的组成颜色之一,刻意穿上身,当然象征友好。 川普夫妇亚洲行第二站到达南韩首尔,梅兰尼亚和紫色竖腰高领大衣,有点省闷,但是搭上一对紫蓝色高跟鞋,视觉极倍点亮。 第三站到达中国,一席全黑大衣相当安全,不过隔天出席官方欢迎会上,黑色绣白花长裙,具有中国风,十分耀眼,出席国宴时,一身改良式旗袍,正面秀有凤凰,不只展现好身材,表达出晦气,还传达出对中国友好讯息。 2.